好 所以這個東西我也不懂 是說 照理講你本身都要講 官不休雅 公孫不一 就代表說我就算很有錢 我也要在門面上裝得很窮 這是一個政治人物的基本動作 而且裝窮一直是 柯文哲的基本人設 好 那我剛剛講 1.2億傳說他去看豪宅的時候 你那時候講柯文哲可能不選的 可是這個對他的形象來講 還是很糟 這個形象對他來講 還是有受到很多質疑 怎麼安靜那天 我真的被陳佩琪嚇死了 什麼1.2億 什麼看豪宅 看豪宅有嗎 有喔 看辦公室有嗎 有喔 你看小宅有嗎 也有喔 你完全不演 你是同時看辦公室 同時看小宅 同時看豪宅 你是同時看三種產品 看三種產品代表 你有三種不同需求 三種不同需求 你同時要買 你這一同時買 你沒有10億身價 你根本下不了手 這個不是身價的問題 是態度的問題 態度的問題 這什麼態度 這 臨座罵跟你搶賭了 跟誰搶賭 跟台灣社會搶賭 你們在那邊批評我對不對 我就告訴你 老娘有錢 10億怎麼樣 我就跟你吃你十幾度夠 你錢捐給我的 是你要捐給我的 不是我給你要的 你活該倒楣 所以這兩天大家罵說 你在2014年你怎麼講廉家的 你在2014年你怎麼講說 你這個所謂的情節的 你當時怎麼樣是設定的人設的 今天如果有一點點羞恥心的 趕快就躲起來吧 沒有 我現在不演了 我媽媽這個外皮撕開了 我直接直接大春春港 臨座罵就有錢了 讓我想起來一個故事 他柯文哲曾經跟他的幕僚 私下講一句什麼話你知道吧 什麼 他告訴他們大家說 你們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 我柯文哲可以非常非常不要臉 自己講的 他把不要臉 他能夠做到不要臉這個事情 當作他的一個特質 你看這個是了不起的人物 對 他今天表現出來 他在把這個不要臉 搬上檯面給你看 沒有你要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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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酸到酸到 擠到拿到 沒有你要怎樣 沒有酸到 他已經拿到了 擠到 快坐牢 他不玩了嘛 耍流氓了嘛 他現金入袋了嘛 他查過法律嘛 你錢要不回去 要不回去了 本來你捐出來就是他的 其實很簡單 他根本不需要搬來搬去 這個錢只要放在他的 所謂的現金專戶裡面 四年內他通通可以支配完 這是他可以用完的 他為什麼這樣搞 他不要 因為給大家看到 不是他的錢嘛 是叫做公款嘛 對 他還是有公司 他要徹底私人化 私有化 徹底私有化或柯文哲化 或是陳佩玉化 才敢那麼大聲講話 對 這個現金沒有入袋 萬一現在還在 飄來飄去的過程當中 他敢講嗎 當然不得 哪有說這個所謂的 傍晚涼涼晚風吹除 陰陰無事的事 我要就找到傅兵去看看房子 那現在問題就是 整個訊息要告訴大家 就說他不演了 然後他就跟你講說 你們再批評我 我就跟你公開 我就跟你公幹 就是跟你擺明了 所以他第一天要講 很客氣對不對 他說 他說這個民眾黨在開記者會 我這邊也開個小記者會 他就表示已經摸摸地圖爛了 摸摸地圍倒了你知道嗎 他滿肚子的憤怒 就當場就想罵你們這些記者 對 他準備明天要跟你開記者會 後來第二天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 他忍不住 先臉書給你看 我想八爪給你車給你搶賭 對 挑戰全台灣人的基本的道德觀 說什麼我只去看一個房子 一點兒你看我看這麼沒有 我是看很多房子 而且看整條街的 這就是今天他們的這個 他們的這個真相秘錄 他根本不怕東窗事發 憑什麼 哪來的底氣 怎麼會這個底氣 讓我想到 是不是北檢已經掛了 柯文哲也不怕他 柯文哲難道擋不住這個事嗎 對 當然擋得住 柯文哲也發表言論嗎 沒有 沒有 所以柯文哲也接受了他的囂張 讓台灣社會接受他們夫妻兩個 這一對軍事夫妻 帶來台灣的一個新的道德觀 所以他以前講那個刀叉吃人肉 他現在唐人皇是拿刀叉吃肉了 那個是 那個是他的募款的台詞 你不要把這兩個混在一起 一個就是 一個叫做他自己的 這個新來威說給你們聽 新來威 他現在把他的心思 跟大家分享有錢人的心情 所以說 好的人的心情 你就不明白了 你知道嗎 你看不明白 你等到家裡好好看 你在夜半夢回多看兩遍 你就可以體會出來怎麼樣 你明天就不會上班了 你就可以選台北市市長 大概快來算 算了就變成這樣 不是 我光想像就很棒 晚風吹服 贏贏無事 跨楚變娛樂了 不是跨楚變娛樂是怎麼來的 要去當台北市長才能夠晚風吹 否則的話你有什麼晚風吹 你去當路燈管理員 對 這樣去吹一個吹 吹讓你感冒也沒有用 所以 吳長 最近有人講說 把他們在酸基的賢水變成酸 你酸基的變成贏票 我心裡想說 有需要這樣這樣 看完怎麼辦 我這一路走來 我實在看越來越相信了 而且我看到陳佩琪在講話 我更相信了 不然剛剛講到 你們家之前所有的財產申報 最多只有三千萬 而且你現在已經要退休了 你老公也沒有工作 你別這麼有底氣 剛剛講到 你又看小宅 又看豪宅 又看辦公室 你這個錢 代表他是真的有錢 是有很多錢 而且是現金 我們最近講了 因為現在的新清安 讓很多銀行的貸款 你根本貸不出來 你沒有個幾億元 我講到你沒有個十億元 你能走得過去嗎 他身上的現金有個好幾億元 這個不用懷疑 他現在要反過來推敲 就是說這個騙局 怎麼這樣子執行成功 這才厲害的地方 對 因為他看起來 整個過程中演得天衣無縫 對 他跑去搞藍白河對不對 然後中間你看演了一大 忙得不得了對不對 然後不斷地放消息 他跟他的戰狼小姐在吵架 內部有紛爭 一大堆他演了很多戲 最後還跑去找郭台銘 你知不知 搞了五六個晚上 還在金門 還在金門兩個演出 兩個面對的這個大海 對不對 演出那種情人的這種背影 搞了一大堆花樣 非常具有戲劇張力 你不能講到騙局 他真的是 而且全部是沒有劇本的臨時演出 非常厲害 對 所以他是這樣子 一開始我覺得 七分真三分假 他一開始是有翔選 他是在一個矛盾的 一個衝突的情況之下 演出了整部戲 但是他有一個主軸 從頭到尾沒有改變 就是錢到我口袋 絕不吐出來 因為你看到沒有 他從頭到尾選舉 不給立委一毛錢嘛 對 這什麼意思 進到我口袋的 有進無出 鐵蒜盤 是誰要幫他守這個錢 我們知道了嘛 李文宗 不是李文宗 陳佩琪嘛 陳佩琪 他一開始的錢進來 就到陳佩琪 那個鐵蒜盤裡面 他有個金庫嘛 所以錢帶著是陳佩琪 真正錢帶著是陳佩琪嘛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 做出任何的開支嘛 這後面是意外嘛 後面什麼意外 錢太多啦 多到的話都沒有發票啦 沒有發票 乾脆就用假賬 用會票也來了嘛 對 灌稅 然後戴力林也來了嘛 然後這個什麼國 什麼求真民調也來了 亂搞一通了嘛 那到後面是確定搞錢了 他已經放棄了 你說中文大選沒希望吧 只知道沒有希望 因為他哪有那麼笨 他每天在看求真民調的同時 他也看美麗島民調嘛 對 他知道 他有講過一句話 他說美麗島民調到最後會是準的 他把他中間講這個一句話 那一邊叫館長罵我假民調 我就告館長 館長被我告 在法院去告他 為了他知道 他到最後一段他知道 搞錢 對他講的話 是一個既定目標 他搞那麼多他也意外 太多了吧 因為多到他自己是相信 他不是賈老二嗎 他自己準備起講過 曾經一度第一名嘛 有沒有過 沒有啊 從來沒有過 對不對 然後最後有一個苦主 我一直講 從頭到尾就是一個苦主 那個苦主叫賴清德 這賴清德的票被他拉過來 拉過去… 賴清德一度 你記不記得中央黨部公布 他的得票率超過50嘛 對 怎麼突然間10%不見了 對 就被他這樣騙過去了嘛 所以他的招數是有用的 因為他很清楚的知道 光騙錢沒有用 要騙到票 錢才會來 選舉 你票沒來 你怎麼來 我至少要跟你講 要嚇 我不是要嚇國民黨 我要嚇著老百姓 我要嚇老百姓 讓人家老百姓相信說 我會選贏 當老百姓相信我會選贏 那個鈔票 這個十萬雪花鷹 才會呼嚕呼嚕的進到我口袋 自動進來嘛 所以他根本就心裡面很安心 陳佩儀今天的囂張就告訴你 說我講難聽點 他曾經寫過一封信給我 他說你幫我忙 我沒有辦法能夠報答你什麼東西 但是你會很爽 我會很爽 隨時隨地 即使東窗事發 他都要高高在上給你看 高高在上 不是嗎 真的 就高高在上 他今天還是高高在上 聽說要恢復廟口開獎了 他不放棄 再騙一次 阿伯不放棄 小草就不放棄 對 小草已經放棄了 小草放棄 阿伯不放棄 該不是講嗎 現在柯文哲哥小草 割到了最後一秒鐘 你說那個 那個不重要 現在柯文哲 絕對不是看到這個東西 那個是他一個幌子 好像我的錢真的從小草來的 你說真正的錢 那才是關鍵 當然嘛 你算陳佩琦 現在口中講那幾個案子 他買買的花的錢要花多少錢 隨便算一算 手指一掐四五億 那來著這個底氣去 那小草錢 加錢沒有 差不多就這個 就還有開銷 所以絕對不是來自於小草的錢 所以你說小草的錢是個幌子 好像我割小草很難看 至少我這個小草對得上 這個是乾淨的錢 他要掩飾什麼 張錢嘛 真假的 當然是張錢嘛 張錢最可怕嘛 那張錢就是小平講的 他從第二屆開始的時候 所經營出來的張錢 現在所謂的三大案嘛 那些錢看起來也是現金入袋了嘛 不然哪那麼囂張 哪那麼大的底氣 所以我最近跟一個 我的一個好朋友 一個精神科的教授在聊 在談柯文哲的整個精神狀態 他跟我講一個 我問一個問題 大家都談一個問題 錯的答錯的問題 命題錯誤 說柯文哲什麼時候變了 我跟你講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變 他沒有變過 他沒有變過 他環境變了 環境變了 他從一個台大醫生的時候 就是一個台大醫生 那個時候他練金剛精 叫做我們金剛精 練心肌 有心肌 有六毒嘛 貪嗔痴慢癮邪健 這些都不能有 他那時候像個佛教徒 虔誠的佛教徒 一點都沒有問題 第一屆的時候 他打知名度也沒有問題 因為蔡秘儒在旁邊 警戒慎恐懼 第二屆的時候他知道 他的本性出來了嘛 這個時候他的貪念出來了 他的稱念出來了 他的慾望出來了 通通出來大解放 你知道嗎 所以人沒有變 原來柯文哲就有黑暗的一部分 等到時間到了 他發作了 就到第二任大發作 大發作就大發財 大發財 知道嗎 柯文哲的本性 他媽媽教育他做個好孩子的時候 是對的 那個都是他媽媽看到的柯文哲 通通是對著 但是他不知道 柯文哲跟他太太的幾十年隱藏 人隱的最後那個貪戀 就是在第二任 所以他又找到黃珊珊進來 這跟黃珊珊有什麼關係 他需要公 黃珊珊過來 然後蔡秘儒下 李文中進來 就改變了 他需要工具人嘛 他需要有一個機制幫他處理 他需要幫他搞錢的專業人物嘛 搞錢本事大得很 真的假的 當然啦 你看柯文哲心臟多強 他四月份 他跑到台北紀念署告我 防安名譽 做防安 因為我說要貪污嘛 四月份他為什麼要告我 為什麼 四月份如果罵他貪污成立的話 他四月份就破局了你知道嗎 但那個立法院滿不下去 對 他的八起要混的時候啊 關鍵就在這個第一個會期嘛 結果四月份他跑去告我 他想要告我來封口 有沒有用 有用 因為我罵他貪污之後 媒體就不跟了嘛 就變成聲音就打不出來了嘛 現在一百個人罵他貪污 他無所謂 他給你用真面目面對 心臟強得很 所以他現在破罐破采 所以陳佩琪知不知道 他今天寫的這個東西 會引發重怒 他知不知道說他這樣子 他的政治生命就沒了 你說他們已經不在乎了 他不是不在乎 他根本從頭到尾就沒有在乎過 他從頭到尾 他那個心理準備 他心理的素質是非常健全的 他知道一定會出事嘛 他在去年的年中的時候 他就知道 如果他選輸的話 他會被欣喜嘛 他跟他接受 這個蔡碧如的專訪的時候講過 如果我選輸的話 我將來可能很慘 他知道要很慘耶 可是還要批 還敢囉 批一次 義無反顧批一次 不是還敢 義無反顧批一次 反正就破罐破摔 而且我們談的這些小草事情 會不會做的 不會 一天都不會坐牢 所以我跟你講安得很 他不在乎這個事情 三大案會坐牢 這個事情罰款了事 大家罵了半天 每天在談作假仗 所以今天陳培吉才敢這樣講 你說我買1.2億 我才不是買1.2億 我不是有1.2億的豪宅 我還開了很多房子 我不但開了很多的房子 我連辦公室 連小宅我都看 他吃定你了 他吃定了台灣政府 他吃定了台北地檢署 我跟你講 你查不到我的金流嘛 你查不到我的金流 老娘就沒有貪污嘛 錢在我口袋 他錢已經藏好了 才敢大聲講這個話 錢沒藏好誰敢講 而且他講白了 這種政治現金就終於打黃蓋 一個怨打一個怨哀 保潔你要知道 他今天如果坐牢 他的生命 他已經生名囊籍了嘛 他又是一個有錢人 然後官司司法要追殺他 他又身懷巨款 你知道他會變什麼人物嗎 變什麼 黑白兩道道追殺他 你以為他沒事 這麼嚴重嗎 這個皮膚無罪 懷畢其中 你的錢是A來的 我黑道部長你黑錢找誰啊 所以他為什麼敢那麼囂張 他知道你弄不了我嘛 可是他是個土包子 他台大醫生你知道嗎 他人無遠慮 必有近憂 像我們這種人都看得很遠 看十年 二十年以後的事情 你要搞實在只看他白道 他沒曉得還有黑道 我跟你講 柯文哲 在他坐牢的時候 黑道每天跟他要錢 因為他身懷巨款 他有豪宅 他會慘的 不斟嘩 他在外界的地方 歸佛 反過來 他不會死的話 誰啊 他不會死的話 再次我跑進去 vamp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